回来 向翘 回来 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又是我们拉丁小特堂的时间了 疫情在陆续的恢复正常 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呢 已经恢复了线下的培训 首先没有关系 不要着急 我们恢复起来呢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我发现啊有很多的小伙伴 大家都听到说哎呀对抗对抗 好我知道我的身体是冲前的 我的胯位是往后的形成对抗 但是非常容易做成 他腰具屁股的状态 然后听到老师说你要把你的腹骨 够填平好我们填平了以后 我的肚子就出来了对不对 那如何去找到我们的身体 真正的对抗以及 如何能让我们的后背最大限度的 发挥力量我们今天就来解解他 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先知道 一个话题就是如何 给后背加感觉 大家不要小瞧加感觉 这三个字因为很多小伙伴 正是因为我们的后背没有 感觉从而找不到后背 发力的方式今天这个小课堂呢 依然也只是一个方法 在我们跳舞用后背发力的同时呢 我们也要给后背首先有一个意识就是 好你要告诉你的后背 我们现在要用它发力了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对抗来做例子 首先我的这一侧的跨位 左侧的跨位向后那右侧的身体 是不是应该向前去做对抗 好在这个程度上 有的小伙伴会做成这个样子对吗 老师说你把肩膀收回去好 收回去我就向旁边跑掉了 这就是源于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后背的对抗 那现在同样的一个动作 大家跟我来做哦 我感受我左侧后背往前推 这里大家记得不要去管踏不踏腰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方法 需要让大家先去感受到后背 很多的小伙伴不会用后背 正因为他们感受不到后背的力量 所以这个方法先让我们的后背启动起来 对要让他有感觉我们才可以使用到这个位置 走跨向后右侧的身体应该是冲前边对抗的 但是这里不要求你的身体对抗 而是让大家去感受 左侧肩胛骨后背这个位置 用力的往前推 那在这个时候我可以踏腰 没有问题不要去想他 不要去想下半身骨盘的问题 只想到跨位往后 同侧的同侧啊 后背向前去推 好那我可能是形成这个状态 那现在我是他腰了对吗 不去管他 我们只感受到左边的整个左侧后背是向前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 右边的肩膀向后 这是侧面 那我如果冲前面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应该很明显的感受到 在左侧的就是这个位置 看我正在右手掐自己的这个位置 这里是一挤压的 我感受到左侧的肩胛骨腰的这个位置 去做挤压以后 然后右脚蹬直 蹬直蹬直以后 跨位向前送 身体向后寒 看身体向后寒 这样就能够感受到 我们后背往后的力量 以及骨盆填平的力量 你是不是顶肚子了他腰 同样先不去管他 当我到了这个位置以后 然后右侧的跨位继续向后 等于说我们相当于做了一个原地换重心 但是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你所有的意念和意识 放到后背我们这两边去挤压他 好 在这个位置 右侧跨位往后 同侧的右边的 同样是这个位置去看向前推 这里做挤压整个右侧的身体向前推 然后左侧的肩膀往后 从侧边看就是这个状态 同样的我能够感受 而且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两边后背 或者是说后腰向上一点的位置 我们去推去推去做挤压 能感受到我们后背这两侧发力了 并且是交替的去推推挤压挤压的时候 记住这个感觉 那记住了这个感觉 把它运用到所有的五步当中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重心核心的垂直了 不要再去塌腰了 好吗同学们 所有的道理都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只要找到了后背挤压 或者是推推推的